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政治体制 俗称的斯大林模式 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又和列宁去世以后 苏共内部的党内斗争直接相关 所以我们首先从列宁去世以后 苏共内部的政治斗争简单梳理一下 1924年1月21日 列宁逝世了 接下来苏共内部在30年代之前 历经了大概四次党内比较激烈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 双方一方是托洛茨基 另外一方是十月革命的元老 基罗维也夫和加明也夫 托洛茨基发表的十月的提纲 动摇了基罗维也夫和加明也夫的权威 第二次党内斗争 从1923年底到1924年 斗争的双方 一方是斯大林 一方是托洛茨基 二者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世界无产阶级 那些革命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 还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 这两者之间的争论 斯大林认为 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 而托洛茨基他们认为 如果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话 那么应该把革命继续向全球推广 应该是不断革命 第三次党内斗争 是斯大林对基罗维也夫和加米耶夫 所谓的新反对派 那么这次党内斗争 主要围绕着的是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道路 究竟应该怎么样走工业化的道路 重工业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工业化的核心 还是把未来的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农业出口国 第四次党内斗争是1928年 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以及尼克夫之间 主要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农业的集体化的方针上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次党内斗争 其中的后两次直接的和苏联的工业化 和农业集体化直接关联 28年最后一次的 30年代之前的党内斗争之后 斯大林成为了苏联的主要领导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苏联的工业化 和它的农业集体化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在1925年12月 联工部14大 正式的确定了这样一个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 把苏联从农业国建设为一个工业国 由原来输入机器设备的国家 转变成为一个可以自己生产机器设备的国家 工业化的重点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 在这样一个工业化的方针的确立之后 接下来苏联的工业化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 取得了非常非常辉煌的成就 基本上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国家的工业化 在二战苏德战争爆发之前 苏联建成了6000多家大型企业 而且建设了一个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到1937年为止 俄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为欧洲第一 世界第二 苏联的工业化进展的同时 农业集体化也开始提上了一时日程 农业集体化从1927年开始 到党内的1928年斗争结束以后的1929年加快 到1937年基本上全面完成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采取的是建立 享有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体农庄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有它积极的和它消极的影响 从机器方面来看 它使得苏联的国防力量和综合国力都大大的提升了 因为农业集体化 接下来它保障了城市居民和粮食的供应 甚至于工业原材料的提供 人民的生活普遍有所改善 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量的资金和劳动力 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肯定它积极影响的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消极作用 比如在整个集体化过程之中 从二七到三七年间 强迫命令的劳动这种执行 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以及完全难以克服的调动 如何调动农业积极性的问题 从而导致农业的包括 尤其是粮食产量的下降 农业生产恢复 总体来看相当缓慢 在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之中 无疑我们说存在着一些负面的严重的问题 比如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而农业轻工业长期的滞后 这反过来又制约了重工业的发展 到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 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 已经开始明显的速度下降 另外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 也造成了消费品的供不应求 从而影响了普通民众 它的生活水平提高 第三方面 因为长期的忽视农业的投资 和农业的发展 致使整个的苏联的国民经济 无法达到有计划按比例协调的发展 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推进的过程之中 苏联的这样一种斯大林模式 开始逐渐的清晰 最终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形成 这个形成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或者说一个重要的事件 一个标志性的 就是1936年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所制定的苏联宪法 这个宪法的颁布 一方面是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真正的建成 同时它也标志着 斯大林的政治经济体制最终形成 斯大林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特征吗 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在经济上 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特色 就是以国家为核心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行政的命令 强制管理经济 而且经济成分相对单一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 轻农 而且是一种准军事制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政治上 斯大林体制 斯大林模式的特征是 个人的高度的集权 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 最高领导机构 党政部分 党领导包办的一切 枯示了民主法治 领导终生制 不守群众监督等等 这种斯大林的模式 我们说 它有什么最根本的弊端吗 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 它违背了生产关系 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这样一个客观的规律 没有根据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水平 来逐步的调整生产关系 第二 斯大林模式 它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 在不断变化的这种趋势 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而苏联的这样一种模式 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二者相对隔绝 总而言之 斯大林模式 它违背了这样一个经济规律 而且长期僵化的执行 这种计划指令 压抑了地方的企业的积极性 这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 工业化 农业集体化 接下来斯大林体制模式最终确立 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